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前加拿大议会预算官佩奇说 如果加拿大人想实行全民药保的话 就必须做好交更多税的准备 或者接受联邦财政赤字翻番 佩奇目前在沃泰华大学主持一个财政研究智库 她将在本周的加拿大省长联席会议上 就全民药保的代价做报告 受加拿大政府委派的一个顾问小组 正在征求公民对全民药保的意见 根据现任议会预算官弗雷谢特去年公布的一份报告 实行涵盖全体国民单一支付的药品保险 将让加拿大人每年比现在少付40多亿加元的处方药费 但是实行全民药保每年需要投入200亿加元 相当于加拿大一年GDP的1% 佩奇认为以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目前的财政状况 增加赤字是不合适的 她的建议是裁减支出和增税并行 其中一个选择是把目前的商品服务税增加2个百分点 佩奇承认增税是件不得人心的事 但是如果加拿大人真的希望实行全民药保的话 我们恐怕没有别的选择 以上是蒋洋洋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